随着微解封第一个周末假日到来 观光局华东纵管处除了池上大波池 瑞源景观台等配合地方公所持续封闭之外 其他包含寿峰、鲤鱼潭、北回归县、地标公园等都微解封 但就油气区饮食部分 处长郭振林表示和县政府禁止内容的指引规定一致 中央CDC从13号宣布 微解封防疫指引后观光局华东纵管处 除了池上大波池、瑞源观景台等配合地方公所维持封闭之外 其他油气区以及景点也随即调整管制 开放的部分就分封闭型跟封闭型 封闭型就包括我们游客中心会有40%的总量管制 还是要量体温跟戴口罩 封闭型就是一个开放的景点 我们会用停车量的速率40%来控管 那我会派激动的人去现场巡视 如果有超过的话会进行劝导 观光局华东纵管处针对了封闭型景点 包括开放的鱼潭、鹤岗、罗山、鹿野、 飞南游客中心以及吉利资讯站 仅提供游客咨询服务管制入场人数 落实实名制配戴口罩及量测体温措施 视听市集阅读式不开放 并且在每天的下午4点就关闭 而至于被封闭型如鲤鱼潭、北回归线地标公园 罗山游区域等等 冤区旅游餐食的部分 处长郭震灵表示和花莲县政府 禁止内用的指引规定一致 大家关心的隐食问题 因为目前中央跟花莲县的规定是 县政府的规定是没有办法在市内用上 都是外带 所以我们在风景区 会封闭型的跟封闭型都是一样 就是没有办法开放隐食 而随着防疫违解封政策宣布后 第一个周末假日的脚步即将到来 观光局华龙重管处也严正以待 希望进行违旅行的民众 也都能配合遵守各项防疫措施 记得是玉兰瑞瑟采访活的哦